中台海魁来势汹汹 眼看即将成为四年来第一个登陆的台风 让民众很担心到底预计风雨最强最大的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呢 机场主播吴苏睿来为您说明 好 是没有错 时需带您关心海魁台风的最新动向 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帮您统认 在今天入夜之后 它的暴风圈就会逐渐逼近东半部的外海地区 而预计在明天清晨暴风圈就会碰触到陆地 中心点登陆的时间点预计会是在明天的傍晚到入夜的时候 从这一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明天的傍晚五点左右 中心点就在离台东非常靠近的一个位置 而且在过去几个小时 它的路径没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看起来它有很高很高的几率 会成为我们四年来第一个中心点登陆的台风 而在刚刚的傍晚五点半的时候 气象局也针对了云林 还有台南 列入了陆景范围 所以现在一共有包含九个县市 包含花东 南投 还有云林 以南 全部都是陆景的范围当中 但是从路径图可以看到 其实它到台湾海峡之后 可能会有稍微原地打转 或者是速度变慢的情形 也因此也不排除海陆景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还会拉长 我们也带你来看到了 虽然说很多地区在白天的时候 无风无雨还看到阳光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环流比较小 所以说在白天虽然有一些外围水汽扫入 但是主要比较强的云带还没有进来 但是到晚上开始风雨会渐渐增强 提醒您 特别是在明天开始这一段时间 有提到了 明天暴风圈逐渐接近而且登陆 所以说首当其冲就是东半部地区 到了入夜之后 东半部雨势依旧 包含南部地区 雨也慢慢起来 也就是由东往西雨势会渐渐越来越明显 周日周一会是这一次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也提供给您预计呢 在周日周一 东半部地区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紫到发白 也就是一整天的累积雨量 有机会来到300 甚至是这种300以上 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恐怕要到周二 周四 甚至周五之后 雨势才会稍微缓和向荣 对 刚才说一提了 东部首当其冲水 花莲明天宣布停班停客了 不过预期登陆以后 暴风圈几乎会笼罩全台 到时候哪些其他县市的风雨也有可能达到 放台风架的标准呢 好 是 大家都非常关心 但是一般来说要放台风架的话 平均阵风要达到7级 最大风速要达到10级 哪些地方有呢 我们先来看 包含在明天的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 预计台东 还有蓝雨绿岛 恒春半岛会出现 9到11级强阵风 花莲也预计会有9到10级 而且在下半天之后 刚刚提到了中心点靠近并且登陆的这段时间 台东 蓝雨绿岛的阵风 是有可能会来到12到14级 这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基本上10级以上的强风 人就可能会站不稳 甚至有一些路数还会被连根拔起 所以12到14这个数字 大家一定要特别严加戒备 也因此花莲在稍找 已经宣布了明天停班停课 那么其他的县市 稍后也会陆续的来公布 而且除了这个风之外 雨同样也是各县市府 他们依照参考的标准 我们也来看到宜兰花莲跟台东地区 这一次台风影响的总雨量预估可能会上看 在山区下到800甚至是900毫米的一个惊人降雨 平地也预计可能会有500到700毫米 而另一个要关注的地区就是南部地区 平地有可能会上看600 山区可能来到700毫米 所以风跟降雨都会是各县市府 他们来依照看看需不需要放台风架的 一个依照的标准之一 向荣 对 很多专家都预估说 海葵台风是一个慢廊中 影响台湾时间蛮长的 那除了明天之后呢 是否下礼拜上班上 可也会持续受影响 什么时候才能够雨过天晴呢 再请示范说明 好 是 我要提醒观众朋友 下礼拜基本上天气都非常不好 我们先来看到 刚刚提到了海葵台风 它登陆之后 有可能会往台湾海峡的方向前进 但是来到台湾海峡之后 因为导影气流不明显 它有可能会滞留 一旦滞留的话 当然风雨会依旧持续 但虽然说 它登陆之后 有可能结构会受到破坏 逐渐减弱 不过到时候 我们是位在一个大地压带当中 当中的水汽很多 再加上太平洋高压 它持续减弱 没有办法伸进来的关系 所以说呢 在东半部 还有像是南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短阵 震雨 而其他地区 午后雷震雨的机位还是很高 所以天气就不稳定 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今天入夜之后风雨渐增 周日周一 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各地要严防狂风暴雨 真的不夸张 因为这已经是很久 很久没有台风登陆 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措施 到下周二周三的时候 台风受到影响逐渐减弱 但是要严防震风 还有局部地区 依旧有可能会出现好雨 至少下周天气还是不稳定 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